在投资市场的层面除了关注腾讯持续沽货对它自己的影响之外 其实因为腾讯真的持有很多不同公司的股权 我们预备了一个表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譬如说快手、微盟、美团等等 都是腾讯持股的 好 如果真的说一个估计 因为其实看到被沽的沽压都大 你觉得下一两只会是哪几只的机会会比较大呢? 这些真是很难猜的 基本上如果你只是计算港股都这么多 有很多本身在美股也有上市 或者本身是一些没有上市的公司 也有机会可以是X再出来 所以基本上就没得猜 你看到不同行业都有 电商就最多 譬如美团、京东、拼多多这些 另外游戏方面也好似 外国方面的Epic Games 金山这些也是 再加上游戏直播的 之前去到入股的B站 斗鱼这一类 还有如果你看一些金融相关的 之前那个是VBank 众安 这些也是 电动车也有 Tesla也有5% 另外蔚来也有10%多 所以如果你说要估计 我觉得没有意思 或者是沽京东 都是电商平台为主 现在内地说要反垄断 对于电商平台的影响 相对比较大一点 还有你看到腾讯之前开会议和分析师的沟通 都不是说很把重点放在 接下来要进一步扩大电商业务 反而刚刚提过去 希望搞多一些企业的服务 搞多一些游戏 所以你说和一些 譬如是企业相关的 或者和游戏相关的那些公司 被沽的机会可能是小一点 或者如果本身那间公司 还是处于一个很高增长的环境 盈利上面是贡献给腾讯的 我相信也未必说会这么快沽住 但因为电商平台 现在又处于监管的风眼 很多业绩也明显放缓 所以你说做一些电商 外卖平台那些公司 相对可能比较大一点 美团也不是很能走脱的 如果根据你那个 或者腾讯持股的比重 会不会影响它 是不是沽那个股份呢 其实你觉得 持股比重就 如果你就这么看 它今次沽那两间公司 即京东和C 本身持股权都接近两成或两成多 都不是说算少的 而且看到它沽完之后 就不是说完全一股都不持 怎么都会沽剩一点 所以我都相信 如果来着沽就可能选择一些本身 现在持股权都比较重一点的 譬如刚刚提过就是美团 美团现在也持股18% 另外拼多多也持股权16% 另外还有些譬如旅游的相关股 同情艺囊都持股权两成多 至于做一些游戏业务的 譬如Epic Games持股权四成多 这些都可能有机会沽 但这些就是很笼统 暂时我们纯粹是以两单挑 来到一个很初步的推考 不过提醒大家都是一个估计 因为大家都很无疑 大家可能想一下 从这个方向去 你是不是一定aus cost 不能 有 你 我们 反乱 难道 我们 anh 我